可是我有一次在 有一個轉學生在小學的時候 他頭髮是這樣長長的淡褐色 眼睛也是淡淡的咖啡色 是混血兒學童的 然後彈了一首好鋼琴 你知道我心裡喔 就憋巴破成碎片 我就整個僵住 我說這才是美女 可是後來他跟我成為好朋友 因為我們都喜歡挖鼻子 的個性是什麼樣的人 因為我是台灣人嘛 然後我又是我們家唯一的女生 他們都叫我妹妹啊 所以就是有點台妹這樣 就是台灣妹妹 不是因為很台 也有一點台 這是謙虛 太謙虛了 那妳會說台語嗎 會喔 很冷凍 不錯 不錯 漂亮 在這裡開心 不行 我們就沒有冷凍了 妳是那個 我冷凍了 什麼 你這個叫做冷凍的 我這裡是冷凍的 好 全部問了不錯 謝謝妳 謝謝妳 妳有什麼問題要問我們 好 妳台語既然這麼冷凍 妳為什麼不接台語的魚 我有接啊 但是 什麼超級釋迦就是台語的 那很久 而且我在裡面幫老師 幫小學老師 所以不能經常說台語在海 對 超級釋迦嘛 男主角好像適合林瑞亞 對 對不對 一定很小的時候 就有人開始寫情書給妳 或是什麼 其實沒有 沒有 沒有說那麼漂亮 因為我 我們家都是男的 只有所有的女性自覺 來自於我媽媽 我媽從小 因為哪一個媽媽 會覺得自己的女兒不好看 她說全世界最白 全世界最強 全世界最美 這類的女兒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說 我自己是好看的 我相信我自己是好看的 我三歲就被帶去燙頭髮 然後我每一件衣服都是訂做的 就那種細肩帶的洋裝 然後露出三角褲 露出什麼 三角褲 太棒了 幾歲就露三角褲 很小啊 就會走就開始 但是要很小的時候 才能露三角褲 這麼大露三角褲得了 妳是故意的嗎 故意要露三角褲 對啊 我就是後來看照片 我會抱怨說 穿這樣 然後我媽說 這樣腿看起來比較長 真的嗎 我媽就心機很重 可是有時候包尿布的話 屁股就很大一包 我哥就會說 那幾歲才真正意識到 我是美女 我在小學的時候還滿猛的 就是裡面會穿短褲 就進了學校擺褲裙 就脫...脫掉去玩 可是有一次脫掉忘了穿短褲 唉呀 妳怎麼跟我有一樣的習慣 趕快穿起來 真的啊 那時候有喝酒嗎 沒有 妳再除了看原文書啊 那些消遣之外 妳有沒有做一些別的消遣 看原文書 妳有沒有做什麼運動啊那些 我游泳 游泳 我會游碟視 很漂亮 那很猛 然後騎馬 騎馬 我可以跳四個障礙 妳會玩技術的 花式的 漂亮喔 然後瑜伽 瑜伽... 可以劈腿 這種各種姿勢都會 不是... 不是... 這種動作 每一個運動的姿勢都不一樣 瑜伽要劈腿 起碼腿要這樣打開 對不對 游泳要擴兇 是不是每個全身的 都伸展到最緊繃 我覺得運動本來就是 跟自己的身體對話 然後解放自己的肢體 就去想像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我還記得 我不是說我本來也有 自己是屬於好看那一邊的嗎 是的 可是我有一次在 有一個轉學生在小學的時候 他頭髮是這樣長長的淡褐色 眼睛也是淡淡的咖啡色 是混血而血統的 然後彈了一首好鋼琴 你知道我心裡喔 就憋巴破成碎片 我就整個僵住 我說這才是美女 可是後來她跟我成為好朋友 沒有 因為我們都喜歡挖鼻孔 那是什麼習慣 你以為挖鼻孔而成為好朋友嗎 因為我常常會...我也彈鋼琴 可是我彈得比較里里朗朗 那我就覺得說 她又美 然後又彈得好琴 然後我好欣賞她 我就會上課偷看她對不對 然後在那種陽光是那種側打下來 那側臉真的非常的好看 可是她突然就... 挖鼻孔 我下定決心要跟她成為好朋友 妳也會這樣子玩很久 偶爾 那妳們... 那妳們成為好朋友之後對不對 因為...會不會因為太好來互挖 沒有 可是我們會玩很多琴 玩什麼 像多琴 我要玩 怎麼樣 正經一點好不好 這不能講的 就是說 就是有時候想看看 對方就長得跟自己一樣 就會想要玩很多 我跟妳長得不一樣 妳要不要看一下 真的 這個 我真的講得不太一樣 妳還是要看長得不一樣 那個... 還動作... 不只要脫褲子耶 妳說那時候高中吧 小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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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跟幾個比過 一個 真的 就她而已 結果真的不一樣嗎 一樣 那年輕時候生氣的時候 有沒有跟人家吵過架 我本來打算一輩子 都不要講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 我覺得我也不對 我在拍一部戲的時候 戲裡面有另外一個... 演員 然後他的台詞 他永遠記不起來 然後根據我助理跟我講 那這是我片面的說法 大家聽聽就算了 這是我的記憶 他晚上就會去跟攝影 或者是燈光 或是導演去吃宵夜 吃到兩三點 然後早班來的時候 我印象... 其實我不太管其他人的事情 可是他的台詞永遠下不來 印象不济對不對 對 我有一次就坐在那邊等 因為我拍戲是有時間限制 我時間到我就走人了 我也擔心說我今天來 我的工作量拍不完 是不太好意思 他MG到第十九遍 我在那邊算 這台詞我記得是什麼 譬如說 我出生於民國 六十三年二月十四日 就這麼一句喔 他會卡我出生於民國 六十四年二月十八號 出生於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十四號日 亂講對不對 號跟日可以摘起 我想說你有沒有用腦咧 後來我就站起來 把我的LV包包往牆壁上 我不是打他喔 我很生氣 我走過去我說 你回家有沒有唸台詞 有啊 我有啊 然後這時候導演跳出來說 他有 我可以證明他有 這是你最生氣的一次 就是我常常生氣是放在心裡面 回家去唠唠唠唠唠打電話抱怨就算了 這一次我真的是說 六十三年二月十四號日 我跟你講真的 太笨對不對 發生在我們演員身上 真的會氣死 對方有沒有用心 我們都很清楚 那種太陽要下山 然後光不連 我在那邊急著像熱鍋的螞蟻 然後我就講說 你回家有沒有看台詞 有啊 而且更妙的是什麼 他在看我對台詞的時候 你是我對不對 他才會這樣 不爽的臉 我說 你給我走 我不要看到你 他是NG的十九遍的人發生 我說導演你直接捅我 你不要拉背了 走 討厭 我很沒有休養 我這件事情我一直很 檢討我自己 你也別說你沒休養 他是NG十九遍 你才發火 他一直是這樣 對 我們來講 NG四遍 五遍 已經抓狂了 沒有 你會不好意思嗎 因為這麼多人 這麼大的一個團隊在搖 那就是在燒錢耶 對啊 而且你看 以前小時候跟那個誰 寇哥演習 我很少來第二遍的 聽完這句話 馬上發抖 你知道嗎 被電打到那個時候 對啊 因為聽了這句話 雖然他是一個開玩笑 我很少來第二遍的 你就... 太不行了 對... 寇哥也對 我講過 對不對 寇哥 可是雖然他是開玩笑 但是我們自己會有 自知之明 要自己敢把自己弄好 像什麼NG十九遍這種 沒有 而且導演會跳出來說 他真的有背 他怎麼認名 狗屁 可是他後來進步囉 十八遍 進步很多 我也不認為我這樣做是對的 因為我太衝動了 我的LV包 摔爛掉 壞掉吧 摔爛掉 壞掉吧 所以我起一起耶